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呢也正在春节期间 那丽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展品吧 我身旁的这件是掐丝法郎睡肖图挂屏 那睡肖图的睡肖指的就是正月初一这一天 睡肖图也是为了庆祝春节而创作的节令图 其实当时在清代的时候 睡肖图已经是非常盛行于朝远了 然后皇帝及王宫大臣们 他们都喜欢在迎春之际 挥毫做睡肖图 装饰自己的宫殿以及家宰 那丽安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幅睡肖图呢 非常的精美 那有哪些细节可以让我们去 值得我们去看的呢 其实睡肖图它们通常都会以 有吉祥寓意的花卉 果实 还有一些盆景 作为主题 然后构成一幅喜庆洋洋的图片 那这幅睡肖图 你也可以看到有十种花卉 果实就比如说这个是罗汉松 水仙 灵芝 柏树枝 天竹 辣梅 这个是山茶花 兰花 柿子 还有如意 那其实这些它们的名称的谐音 也可以代表着使用者 对于新的一年的寄托 祈福 还有愿望 就比如说柿子 还有如意的配搭 其实代表着事事如意 然后加上了柏树枝 便有百是常如意的意思 然后辣梅还有山茶花 其实是在春节时候才会绽放的花朵 那么你把它插入花瓶内 便有花开平安之意 那花瓶加上如意呢 其实也代表着平安如意 那水仙是我们时常在新年的时候 会摆放在家里的花嘛 那其实水仙呢 它的那个花瓣结白如玉 然后内圈又有黄金色的花瓣 所以也代表着金玉满堂